在维吾尔人人权问题日益成为西方国家对华政策讨论焦点 并导致欧美多国对中国制裁之际 中国官媒报道了两名维吾尔族前高层官员 因分裂国家等罪名被法院判处死还的消息 本周二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首次公开披露 两名被判死还的前政府官员的犯罪事实 这两人是原自治区司法厅厅长 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谢尔扎提·巴吾东 和原自治区教育厅厅长萨塔尔·萨乌提 所谓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老汤称 巴吾东以党员领导干部身份为掩护 长期策划实施分裂国家活动 投靠东一运组织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 并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情报 是长期隐藏在重点职位上的两面人 对沙武提的指控是 他在教育厅主管编写 出版《中小学民族文学教材工作》期间 以突出地方特色等民族特色为幌子 极力要求在教材中编入炫耀民族分裂 暴力恐怖 宗教极端等思想内容 以达到去中国化的分裂国家目的 中国当局在东都决散展开了一强大规模的镇压行动 包括拘留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 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骞责 此前美国国务院 加拿大及荷兰的议会 都已将东都决散发上的事情称为种族灭绝 土耳其反对党好党党魁阿克歇纳女士 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上 回应入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威胁 整起事件源自于土耳其反对党和友好党领袖阿克歇纳女士 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市长亚瓦斯 纷纷在4月5日的维吾尔人八人乡起义 31周年纪念日在推特发文 此后中国大使馆6日在两则推文中 标注了阿克歇纳和亚瓦斯 除了为中国在东都决散的政策辩护外 也强调中国保留做出回应的权利 阿克歇纳女士说 看来中国共产党在土耳其的代表 佩林切克的行动可能不足 这次中国驻土耳其大使直接威胁我和安卡拉市长亚瓦斯 因为我们一直关注中国在东都决散的种族灭绝 一直关注维吾尔同胞的命运 我们不能对东都决散发伤的人道主义悲剧 保持沉默 他在评论中国大使馆构成的威胁时说 中国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中方强烈反对并强烈谴责任何以任何形式干涉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干涉行为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将保留其权利 我们国家有句俗话 来吧兄弟 我们的地址很清楚 他说 我首先要说的是 我们对任何国家的主权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有责任反对以中国主权为借口的维吾尔兄弟的压迫 我们促进人权与正义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制止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 维吾尔族企业家埃克帕尔·阿萨提 于五年前在东都决散被捕 遭到不公正的监禁 并要求释放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埃克帕·阿萨提在五年前 被不公正的逮捕 并说他是在东都决散被逮捕 监禁和失踪的数百万维吾尔族和其他手术族裔成员之一 其中大多数人被拘留在集中营中 他说 我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释放他和其他不公正监禁的人 埃克帕尔于2016年参加了美国国务院组织的国际领导力计划后返回中国 但随后消失 阿萨提后来被捕 他的姐姐热遗憾阿萨提在哈佛大学为他的兄弟发起了活动 两名中国矿工在尼日里亚欧逊州遭绑架 根据国家媒体的报道 一伙身份不明者对欧逊州的一个金矿发动了袭击 袭击中绑架了两名中国矿工 金矿中的两名保安人员受伤 两个月前 三名中国人在欧逊州发生的一起枪击袭击中遭绑架 一名保安人员被打死 尽管尼日里亚许多州对绑架勒索徐金的行为实施的惩罚是处决 但仍无法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TikTok因为删除非法信息被俄罗斯法院判罚260万鲁布 俄罗斯莫斯科一个法院4月6日公布 抖音海外版TikTok由系统式失误 没有删除违法信息 包括与未经批准集会有关的信息 因此判罚260万鲁布 约3.4万美元